HELO 大家好,我是Hidy 看到素顏就知道今天一定是化妝片 轉季時最適合拍兩種題材 一是三的開箱 二是實測粉底 今天要實測的對象就是這個 Himi最新出的輕透油光粉底液 現在的狀況是剛起床 現在是早上9點 然後我很趕時間 所以我快點上妝給大家看 看到它的即時效果和手感 其他的資料我會在今天慢慢滲透給大家 好,我們上妝了 近一點給大家看看我的素顏 其實最嚴重都是黑眼線和眼袋 現在的膚色比以前均勻了很多 也白了很多很多 我本身是沒有什麼毛孔的問題 有一點微絲血管 或者在這邊有一個大的斑點之前 也跟大家分享過的 我剛剛已經塗完護膚品和防曬了 所以就可以上妝了 這個粉底我買的是最深色 雖然我白了很多 但其實我還是健康膚色的 所以我原本是買中間的色號 但我想台灣的女生也是偏白的 所以我也是買到最深的顏色 你們會看到它非常柔質的 推開一點給大家看看 延展性的膏 它是很薄很薄的粉底 而且用手推開已經不錯了 完全不會有任何覺得卡住卡住的感覺 那我就先點開了在這裡 你看到我一下已經推到很遠了 剛剛我就是大面積上了一層 然後需要遮瑕的地方 再搭多一點 例如眼底 或者是鼻翼 或者是嘴角 這些位置我再加一點 那就變成了現在的妝效 摸下去就不算黏黏的 因為最近天氣都比較潮濕 但是它都更清爽的 一樣都是面中間點了 然後向外推 你會看到延展性非常之好 好像塗一些Tint Moisturizer 或者是好像塗防曬一樣 它是沒有任何的味道的 你一直上妝的時候 是連少少 很少很少的化妝品味 是不覺得的 那我現在整塊臉都上了粉底了 如果你問我 黑眼圈這裡我還需要下遮瑕膏 但是其他的所有位置 我都覺得非常之不錯 當然啦 現在看上去好像 哇 臉好像白很多了 但是因為我還沒上其他的妝 即是你加上陰影 加上眼影胭脂 其實就不會這樣 好像白了一塊 雖然它是一個開架的粉底 才是100元多一點 但是絕對不會浮粉 然後不貼服的 你看到非常之貼的 和我的皮膚 就算我這樣用手去畫 它也不會出現手指痕 然後這邊看一下斑點的狀況 其實它遮了六成的程度 我都已經接受到 我不需要完美地遮瑕 今天又不是有什麼重要的節日 好 我淡淡地化妝回來了 是不是跟剛才完全不同呢 化妝真的很偉大的 你會看到現在 已經沒有剛才那種 那麼紫白的感覺 因為其實只要我加上陰影 還有胭脂 就已經完全變得很自然 我是沒有用任何碎粉的 除了眼底 加了少許遮瑕膏的位置 都壓了碎碎粉之外 其他都沒有的 但是我是有用到 平時的胭脂 修容 光影等等 所以看不壓碎粉的情況下 它今天全日會不會變得暗沉 會不會有什麼出油 或者令到我溶妝的情況 忘了跟大家說一下現在的質感 我摸下去是完全清爽的 不像塗了粉底液 沒有塗蜜粉的感覺 我化妝也是用了5分鐘多一點 所以它設定非常快 如果大家喜歡看這類型的粉底實測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鈴鈴 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有什麼新的影片 資訊 大家也不會錯過的 我真的要出門口了 我們晚點再說吧 現在的時間是下午1點40分 因為戴口罩不知道在哪裏更新 我就躲在廁所那裡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粉底依然是非常貼服 不會有不均勻的情況 手感也很清爽 給大家看看是下巴位置 不會浮粉浮到一塊塊的 暫時還可以 好了我都不可以霸廁 所以晚點再和大家分享 終於忙完回來 現在的時間是4點40分 然後剛剛回來 我們現在就看看這個粉底 它的尖口罩程度 這個粉底不是完全不像口罩的 你看到鼻樑位 然後一些側面的位 還有我的鼻頭位 都是有少少的粉底痕跡的 我今天就去了很多地方 又搭車又搭船 然後中間又吃東西 所以我都算是挺牢碌 有少少出汗的 現在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粉底 我化妝超過了6個小時 情況是怎樣 因為中間我有擦過唇 鼻子 所以這些位置 其實就脫了很多 但你看到它都很平均的 不會一塊一塊 然後面這些位置 其實它的遮瑕度是沒有低的 你看到斑點 可能是跌了少少 我想現在還有四成左右 之後沒有出油 我本身也不容易出油 所以是可以的 它不會因為潮濕和濕熱 令到我無緣無故的油出來都沒有 現在顏色也沒有變得很暗沉 所以暫時還是非常滿意 畢竟它是一個120元有找的開價粉底 這個妝後不會覺得廉價 我現在再做多一會 然後晚一點跟大家繼續更新 待會我還會去街市買菜 還有要煮飯 所以今天真的非常勞動性 今天去實測這個粉底 原來也挺適合的 現在的時間已經是6點42分 在廚房給大家看一下我的妝容 你會看到粉底依然沒有變暗 我剛才去街市因為時間比較趕 我是有出汗的 所以開始摸到T字位有少少出油 但是完全不會嚴重 不會覺得亮亮亮 亦不會浮出來 你會看到還是很貼服 它這個開架的質素 真的比我預期中好很多 很久沒有拍過實測 讓我補充多一點 現在摸下去是有少少開始黏的 沒有之前4點多或者下午 摸下去那麼清爽 然後遮瑕度 我們用這顆斑做標準 它依然還是有遮瑕 不會完全脫光的 你會看到一些少少胭脂 或者亮亮亮 它們都沒有脫光 都負著力是非常不錯 那我們一會兒再更新 好 最後回到背景了 現在的時間是晚上8點02分 即是我上妝已經差不多10至11個小時 你們看到這個位置其實就是遮瑕膏 然後下面這裡才是粉底 基本上這個時間已經脫光了 比起剛才可能因為我煮東西吃 就有點蒸氣 有熱力 所以突然間它就脫光了很多 但是你會看到遮瑕膏和它有一個界線位 但是如果你說只是粉底的位 它就不會溶到浮粉 或者是很不漂亮的 不過額頭方面有少少明顯 這個位置是暗了 應該就脫光了 然後那個印 你看到出來了 現在真的終於脫光了 所以這個粉底 如果不是一個很熱的天氣 8至9個小時是沒問題的 但是如果超級熱 然後人會出汗出油 或者去到10個小時以上 它可能的表現就沒那麼理想了 因為今天全天都很忙 所以我現在跟大家補充少少少資料 這一支就會是HEMI的輕透油光粉底液 它就有SPF50加 還有有3顆星 我猜是PA3加 裡面就有30ml 我在拼開那裡就是113個多 瓶身就會是磨砂玻璃 也蠻有質感的 不會覺得很黏夠開架 然後打開就是一個普通的泵頭 暫時都沒看到裡面有髒 都尚算是蠻衛生的這個設計 今天全天用來的感受 就會覺得它不焗身 因為我一路走走走走走走 到處去都要戴著口罩 不會覺得 嘩 張著張著 或者是臉覺得黏黏黏 不會癢 不會有敏感 也都沒有起過任何粒粒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 又不想買這麼貴的粉底 畢竟我們今年可能化妝的日子 都不會特別多 所以不想投資太多的話 這個真的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其實除了它們的粉底液 今年它們都伸出了一個粉底 就會在這個粉紅色溶布裡面 一個淡粉紅色很夢幻的粉餅 也是剛剛新出的 叫做絲無油光粉餅 本身是有一個粉泡 不過我不知道放在哪裡 我是用過一次的 這個更便宜 如果在Pink Coy買的話 是86元而已 但是我發現如果當它是碎粉 用粉感也蠻重 不過我沒試過單獨用它 因為我平時真的很少用粉餅 所以可能也要找一天自己試一試 是02 beige的顏色 其實它的粉很幼滑 但是粉毛感比較重 今天這個超過8小時的 17開架粉底就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按LIKE和訂閱我的頻道 每星期都上載兩條新片加封 即錄下三次和星期日的週十二點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我終於可以卸妝了